传道书九章七到十节 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凡你所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避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新的一年开始了 请代表全体的教务长职 办公室的同工向大家祝贺 新的一年更美好 如果要过好一个新的一年 那必须过好每一个日子 好的日子今天明天后天 加起来就是一年 那一年就是美好的日子 如果明天要更好 今天一定要过得好 Amen 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过好每一个日子 人生到底是什么 人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 它落地而生 然后匆匆忙忙地往前走 最后又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 而在这个生和死之间 来与气之间 我们往往过着非常匆忙的日子 而心中老是充满着担心 忧虑焦虑焦躁 而肩头上扛着 许多放不下的负担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 一直错失了 今天就是当下 我们常常说来日方长 突然间来到了终点 化界为时已晚 该说的话没说 该做的事没做 而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就这样走了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 而基督教信仰 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过一个好日子 好让我们人生过得充施 就像耶稣基督说 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如果要过丰盛的人生 那第一要做的 就是把握着每一个日子 耶稣在马太福音 那里很清楚地登山宝训 教导我们要如何地信靠祂 在人生的日子中间 当人忘记了 对耶和华的依靠的时候 耶稣说你看天空的飞鸟 他们不杀种 也不收割 也不收进仓里 而你们的天父 赏且养活他们 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 耶稣透过飞鸟 透过山坡上的百合花 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 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这是耶稣基督的话 相反的 如果我们可以好好地把握每一天 负起每一天的责任 那就对了 就是耶稣所说的话 一天的忧虑 或者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请别将以后的日子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的日子 的重担 扛在我们今天的肩头上 这是耶稣的意思 不要说 我老来怎么办 孩子不孝顺如何 我身体出了状况如何 我进了医院怎么办 我的钱不够用 我们把以后退休的年日的单子 拿来我们今天臣妇 而耶稣的话不是这么说的 一天的忧虑 一天当就够了 换句话说 别将你今天的日子 卖给了明天 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 不要因为忧虑明天 而失去了今天 把今天卖给了坐天 明天有一些也卖给了坐天 为过去后悔 为将来忧虑 而传道书却说 你只管气 欢欢喜喜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在原文 这里气 吃你的饭 喝你的酒 这个原文气 吃喝 都是命令式的 告诉你 你必须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笨 你为何不去吃 你为什么不去喝 为什么不好好过你的日子 为什么去忧虑 为什么去担心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吃喝 享受在日光之下 劳碎所得的 乃是智慧 神要我们每一天 以感恩的心 去领受他的祝福 这就是神教导我们的 我们中间 曾经来过一个中年人 他一生里面 很多的财富 可是他却从来没有享受 他的财富 他最后分产业的时候 为着物质 卖了而没有物质住 其实他的银行 大概有三四百万 可是他却不及租一间房子 他到处漂泊 这里住那边住 住在公园 住在主屋的楼下 和他的女佣 突然间 有一天他暴毙死了 因为睡得不好 暴毙了 留下产业 大概三四百万 这叫什么 这叫做 遗媚 这叫做捕风 这叫做虚空 如果我们人生是这样的话 那是太过无知了 所以耶稣上帝的道 教导我们 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把握着 每一天 与你所爱的人 分享你所得的 建立美好的关系 特别是你所爱的女人 就是你的妻子 你一定要跟她一起享受 你在劳碌 在日光之下 所得的 因为传道者认为 人生短暂 人生也是虚空 如同捕风 就是空气 你抓不住它 转眼就消失无踪 所以作为基督徒 不应当空等 乃要趁着今日 好好的侍奉上帝 今天上帝给你时间 给你日子 给你精神 给你健康 就是教导我们 今天好好的服侍他 今天好好过日子 今天好好的完成 神所托付我们的 所以我们常听一些人 老是说 等我有钱的时候 我要带全家出国旅行 等我有钱的时候 我要更多的奉献 等到我工作能放下的时候 我要来服侍上帝 我要更多的陪伴 我年老的爸爸和妈妈 结果一等再等 这些事都没有视线 依然故我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 就是越变越老 我们又听有一些人这么说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我希望 如果再有机会 我一定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错过了 他以前给的机会 他错过了以前 那美好的时光 而人生不像卡带 你可以倒带 再来听多一次 人生不能再来一次 所以传道者说 年轻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壮年的日子 要使你的心欢畅 顺着你的心所愿的 言所见的去行 不过你要知道 为了这一切事 上帝必神问你 这是有神的人 如何把握每一天 换句话说 你做你该做的 你说你该说的 你玩你该玩的 你好好的享乐 玩乐读书 可是你要记得 神必神问你 你要记得 我要向上帝负责任 我今天要把书读好 读书的时候专心读书 玩乐的时候专心玩乐 去了纽西兰旅行 每一天想工作还没完成 每一天工作的时候 一直想去纽西兰 这都是不对的 你要专一的 你专一的做 你该做的事 说你该说的话 专心的工作 专心的读书 绝不马夫 也不放纵 因为年轻人啊 你记得 有一天 你要向上帝交代 这就是神的道 他不叫我们放纵 他又不叫我们敬意 要叫我们好好的过日子 因此 你和我的人生必须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这样我才可以过好 每一天的日子 一个不清楚目标的人 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目标的人 就如同一个没有目标的船 只能四处停泊 或是不断地飘荡往返 来气 人生如果没有目标 就是过一天走一天 一夜过一夜 一年复一年 人生就过去了 而基督徒最高的目标 是什么呢 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就是荣耀上帝 荣耀上帝成为我们最高的目标 这不是空谈 这是具体的 因为耶和华知道 荣耀它是使人生过得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人人生不能荣耀神 他的人生就是虚度 他的人生就是平白过了 他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 就是没有价值 他不会喜乐 他不会欢乐 他不会以他的妻子 好好地过日子 他不会以他的家庭 一同享受 劳碌之下所得的一切 虚空 因为他没有上帝 如果一个人有上帝 他的人生是荣耀神 我就知道如何用有限的年日 去侍奉他 我如何用有限的财富 去帮助需要的人 因为他荣耀神 他帮助了人以后 感觉到生命充满着意义 他服侍神以后 他感觉人生很充实 因为他正走在耶稣的话上 我要使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因为荣耀上帝的生命 就是丰盛的生命 因此神吩咐说 你和我一定要荣耀上帝 所以荣耀上帝 不是为着神 是为着你 是为着我 这是至高的终极目标 所以荣耀神的言和行 使我们过着有意义 过着每一天好日子 因此我们必须为自己 设定荣耀神的目标 因为如果不设定目标 等于没有目标 而同时当我们设定 荣耀神的目标的时候 那些凡是不能荣耀神的目标 我都同时放弃 那个工作不能荣耀神 放掉 跟他结婚不能荣耀神 不要结婚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一定要记得 凡是能荣耀神的 多生几个 所以设定目标 一定要合理 是符合你的恩赐 才华 以信气的 那个目标 要不然很大的目标 是不能达成 使我们腿伤 使我们灰心 使我们丧志 那些遥不可记的目标 我们称它为幻想 例如说 我要成为马云第二 而自己对经商毫无信气 看看自己的条件 我的知识 我的经验 我的专长 我的经济 我的人脉 这一些 能够使我成为马云第二吗 明显是不能 就不要定这么高的目标 就成为 书立中第二 那还不错 那我们人生 不要定得太高 定得太高 达不到 只能使我灰心 我如果现在考六十 你不要下一次要考九十 你说自己 我下一次考七十 那是比较可达的目标 人生按照目标前进 免得给自己带来 不必要的挫折感 不要随波逐流 很清楚知道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少人不知道 自己真正的要的是什么 总是看见别人有什么 就想要什么 常常看见广告起舞 iPhone X来了 我就买iPhone X X来了买X 随着世界的价值观去追求 比如说我要有高收入 要名牌包 要买名车 要当明星艺人 要住豪宅 要当网红 这都是不正确的价值观 一个不清楚自己 要什么来荣耀神的人 又怎么能做得到 自己所要的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设定明确的步骤 去达到目标 知道自己的条件 知道自己的兴趣 知道自己的才华 自己的恩赐 自己的脑袋 知道自己能达到的是什么 主啊给我力量 再给我机会 机会是你给的 我做不到 有时候一切条件 独有了 只欠东风 东风是上帝吹来的 你给我一杯 给我一杯 身边出现了伯乐 一个好的人 推荐我而去 让我有机会成功 上帝啊 我何等需要你 你的恩典 这样的人 是一个敬畏神 懂得依靠神 而不是以自己的才华 而自详的人 一个用自己 所拥有的条件 而抬高自己 那会变成骄傲 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什么条件 我们今天能够成功 我们今天能够服事 我们今天可以荣耀神 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就必须 设定明确的步骤 去达到荣耀神的目标 什么设定什么 什么步骤呢 那目的地已经看见了 要怎么样达到那个目的地 那包括时间 什么时候完成 什么方法完成 如何去完成 我需要哪些条件 把条件列出来 让我们可以去达成 那么这个目标 这是很重要 最后要将计划 或心想地转化成 具体的行动 只有空谈 只有想 那叫做梦想 甚至成为幻想 梦想还好 幻想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真的要把梦想 成为现实 那我就必须 设定清楚的目标 有了清楚的目标 我就必须很清楚地去行动 采取行动 这是很重要的 要有所得 唯有行动 没有行动的计划是空谈 因为成功 不会因为等待而来临 不少腿伤的人 相信只要先等 等到有动力的时候 才出去活动 我焦虑的人常常认为 只要我增强自信心 我一定会去冒险尝试 疏离的夫妻 一定要希望对方改变 否则就没有办法相处 我老是想别人 我乃是想对方 来采取行动 而不是我采取行动 结果 我不能把婚姻做得更好 我不能使我的服饰 进行得更新 我不能使人际关系 变得更美好 都是因为 我没有行动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应该如同 可兰金里头 一句话这么说 若你呼唤山 山不来 你便应该向他走去 有意思 对吗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呼唤山 山请你到前面来 山不来 那我就走向山 如果我不能 使对方改变 让我先改变自己 当我改变我自己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家就会改变 今天最可怕的 就是全世间都要改变 唯一不必改变的 就是我 因为你太像耶稣了 耶稣做日今日 至到永远都不需要改变 你凭什么不改变呢 我们都要改变 Amen 我们要越变越好 越变越像耶稣 那才对 圣经说 看风的必不杀种 望云的 必不收割 相反的 早晨要杀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谢你的功 就是去做 去完成 不要去等待 我既然跟他有嫌隙 去找他 跟他说对不起 我需要跟你和好 不要一直等 等他改变 不是的 我如果这个事情做不成 都是因为我没有行动 都是因为我没有祷告 我祷告了 神给我勇气 神给我力量 神给我爱心 让我采取行动 去改变这一切 就变得不一样 保罗说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不得时 所以我不传福音 无论得时不得时 都要做 都要传 创造时机 这是保罗的神学 保罗不是等候时机 保罗是创造时机 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都要传道 总之 照着计划行动 绝不让芝麻利豆小事 来牵绊我们 成功 才能实现 不要为这一点点的失落 一点点的损失 一直在那里哀怨 而不进一步采取行动 相反的 去做吧 想想看 你曾经计划过 节食 减肥 对吗 或去做运动 可是今天 迟迟没有行动 你的身材都没有改变 或者 一边说我要减肥 一边一直 常常去吃不肥 这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行动 我只有理想 你打算把衣橱里面 所遁忌几年前 就不喝穿的衣服 送给穷乡壁朗的人 然而至今 你延峰不动 我们的短线队 已经出去了几十趟 都没有你的衣服 在期间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行动 你曾经应应 要带父母出国 理行到今天 还遥遥无期 难道要等到 你的父母亲 去了天国 你才应赢他吗 相反 现在就去做吧 你渴望家人信主 和你同享福音的福气 然而你何时 才鼓起勇气 邀请他们来参加 布道会呢 如果我没有行动 我希望他信耶稣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要做 我们都要行 我们要采取行动 所以目标能否成功 关键就在于 你有没有决心 现在就去做 正如耶稣 对一个立法师 所说的 你说谁是我的灵舍 哦 是某某人 那你就照样去行吧 去关心别人 别人就成为你的灵舍 你就成为别人的灵舍 因为你有爱 因为你有行动 你照样去行吧 所以要过好一生 就要过好每一天 就必须好好的 让每一天过得充施 过得实在 按神的心意做 每一天都是荣耀神 所以要过好每一天 又要从永恒来看今天 传道书 最后要我们走向永恒 在日光之下的人 不要只是在日光之下 要看到在日光之上的上帝 我要跟他负责任 我要在永恒中 和那位上帝交战 和他相碰面 所以一定要把握着每一天 同时以具体行动去表达 我们要过每一个好日子 Amen 我没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默默地祈祷 跟上帝说 上帝 我要过好每一天 让我人生没有虚度 我人生已经来到了中年 我不应该在虚度年日 我要好好地敬畏耶和华 好好地跟随你 跟神说 祷告主 帮助我 过好每一天 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也要向上帝交账 每一个人默默向神祷告 应迎神 跟神祈祷 让新的一年 能过好每一天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管转 亲爱的天父 你知道我们心中深处向你的祈祷 我们向你的呼吁 旧的一年过去了 新的一年又来了 主啊 让新的一年设美好的日子 你帮助我们过好每一天 把握着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荣耀神的一天 主啊 你看顾着 好让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 回顾的时刻 我们充满着感恩 因为我们没有虚度年日 没有白会光阴 乃是完成神所托付的 上帝与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 就来到你跟前 你就把天上的福赐于我们 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赞美你 荣耀归给你 上帝把我们心中的忧虑 七年所带来的重担 今天都前男放下 让我们的今天不卖给昨天 也让我们不为明天忧虑 那是按着你的话说 一天的重担 一天的单就够了 好让我们每一天可以过得好 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祈祷 愿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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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